当地时间11月15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 斐洛里庄园 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援手会晤 两国援手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 全局性 方向性问题 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抵达斐洛里庄园时 受到拜登热情迎接 习近平指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美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 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 挑动阵营对立 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 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 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 思考和谋划 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 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这个地球融得下中美两国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习近平深刻阐释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内涵意义 以及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战略意图 习近平指出 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 不走国墙壁坝的歪路 也不搞意识形态输出 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 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 习近平指出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这既是从50年中美关系历程中 提炼出的经验 也是历史上大国冲突带来的启示 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 这次旧金山会晤 中美应该有新的愿景 共同努力交助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 一是 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同时 中国有必须维护的利益 必须捍卫的原则 必须坚守的底线 希望两国做伙伴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二是 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不能让分歧成为横跟在两国之间的鸿沟 而是要想办法架起相向而行的桥梁 双方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 不折腾 不挑适 不越界 多沟通 多对话 多商量 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 三是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中美在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 既包括经贸 农业等传统领域 也包括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当前形势下 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 而是更多了 双方要充分用好 在外交 经济 金融 商务 农业等领域 恢复或建立的机制 开展禁毒 司法执法 人工智能 科技等领域合作 四是 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麻烦 离不开大国合作 中美应该做表率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 向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双方提出的倡议要彼此开放 也可以协调对接 形成合力 造福世界 五是 共同促进人文交流 要增加两国航班 促进旅游合作 扩大地方交往 加强教育 残疾人事务合作 减少阻碍人文交流的负面因素 鼓励和支持两国人民 多来往 多沟通 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夯实基础 习近平深入阐述了 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指出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中方重视美方在巴厘岛会晤中做出的有关积极表态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中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 习近平指出 美方在出口管制 投资审查 单边制裁方面 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举措 严重损害中方正当利益 中国的发展是以创新驱动的 打压中国科技就是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 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力 中国的发展壮大有内生逻辑 是外部力量阻挡不了的 希望美方严肃对待中方关切 采取行动 取消单边制裁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环境 拜登对习近平应邀赴美 出席美中元首会晤表示热烈欢迎 拜登表示 去年我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 进行了重要会晤 旧金山是华人最先抵达美国的地方 是美中共同参与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地方 也是美中最早建立有成的地方 今天我们在旧金山再次面对面会晤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我期待在巴厘岛会晤基础上 取得新的共识和成果 拜登表示 我始终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和世界的利益 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世界 美中关系保持稳定 防止冲突 管控分歧 并在符合双方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 有助于两国更好应对各自和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愿重申在巴厘岛会晤中做出的五点承诺 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中经济相互依赖 美国乐见中国发展富裕 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同中国脱钩 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欢迎双方各部门各层级开展对话 愿继续同中方保持开放坦诚的沟通 增进了解 避免误解 管控分歧 美方愿同中方持续发展经贸关系 在气候变化 禁毒 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 加强合作 乐见两国增加直航航班 扩大教育科技交流和人员往来 两国元首认可双方团队 自巴厘岛会晤以来 讨论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所做努力 强调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保持沟通 防止冲突 恪守联合国宪章 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 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 两国元首欢迎双方团队继续就此讨论 两国元首同意 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 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开展禁毒合作 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 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同意明年早些时候 进一步大幅增加航班 扩大教育 留学生 青年 文化 体育 和工商界交流等等 两国元首强调 在当下关键十年 中美加快努力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性 欢迎两国气候特使近期开展的积极讨论 包括2020年代国内减排行动 共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COP28成功 启动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以加快具体气候行动 会谈后 拜登为习近平举行午宴 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巴以冲突 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拜登还邀请习近平一道 在斐洛里庄园里散步 这次会晤积极全面富有建设性 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旧金山应该成为稳定中美关系的新起点 两国元首责成双方团队 在落实好巴厘岛会晤共识基础上 及时跟进和落实本次会晤达成的新愿景 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经常性联系 拜登亲自将习近平送到上车处道别 蔡奇 王毅出席上述活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